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JavaScript的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四章数据类型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也讲到了Bully类型 就是布尔值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Number类型 就是数值类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Number类型呢 包含两种数值 一种是整数类型 那么就是整数 还有种叫做浮点数类型 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数 那么为了支持各种数值类型呢 ECMA202定义了不同的数值字面量的格式 那么一般的来说有四种 有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普通的数字 就是实进制 还有就是1010的2进制 还有就是以8为基数的8进制 还有就是以0到9A到F的16进制 那么这个进制的知识呢 应该在计算机基础就应该涉及到 如果忘记的同学 或者说没有接触过的同学 我建议大家就是去查阅相关资料 但是这里我所说的说 这些进制呢 我们可能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呢 你听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特别感兴趣呢 可以略过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复习一下 继续查阅一下相关知识 好 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呢 就按这四种进制来 第二节课呢 第四章的第二节课呢 我们就把我们前一个demo复制一份 一个叫做demo1 demo2 这个呢也叫做demo2 好 两个 然后在notepad加加打开 在这里我们改个2 在这里我改个2 在这里呢 我counterA 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保存一下改个2 好 这个调到后面来就可以了 第一步呢 首先我要做个注释 然后全部放注释 那么下面一步呢 先来个最简单的box 比如说250 我打印出250box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数值 那么是一个整形 那么它是多少进制的呢 好 实进制整形这笔鞋 实进制整形 好 这是最简单的 好 然后呢 我在火狐浏览器将它打开 好 250 那么其他浏览器呢 也可以打开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因为兼容性问题呢 在ECMA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那么在这里可以打开了 然后我们看这是实进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八进制 八进制呢 是以八为激素 前导必须是零 八进制序列是零到七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呢 我就复制进去 这个这么来啊 嗯 八进制呢 是零七零 就是说这边必须是前导为零 那么后面呢 必须是零到七的序列 所以呢 这边零七零是符合规范的 八进制 那八进制它输出的话 会输出多少呢 哎 会输出56 那么这就是零七零的 呃 数字啊 数字 那么 那么输出的全部是按照 实进制输出的啊 注意了 输出都是按照实进制输出的 按照实进制输出是56 好 复制过去 继续往下看 零七九 那零七九 它它已经超出了 这个以八为激素的 有个九 所以呢 它应该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这个应该是无效八进制 刷新一下 就变成79了 它会自动的去掉前导的这个零 然后取后面这个整数 就是79 下面这个零八呢 也是的 这个以八为基数是不能超过八的 所以零八也是无效的 零八也是无效的 就会变成八 好 这是八进制 那么十六进制呢 我们再来看 十六进制字面量 前面两位必须是零X 后面是可以是零到九 或者A到F 那么我们这边就可以这么写 零X前导 然后一个A 我们来试试看 零X 然后一个A 那么这是什么呢 十六进制 那么它输出的是多少呢 输出的是十 好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 零X1 F1是零到九的范围 F是A到F的范围之间 可以的刷新 有大F到小F都可以的 31 明白了吧 这是十六进制 这个就把它存出来 好 继续看 那么刚才是三种整形 大家想 这边是十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没有二进制 对吧 二进制是不能输出的 应该是 二进制是反过来的时候 我们用到后面才会用到 这边就用不到 好 那么下面看 辅典类型 就是该数逐中 必须有一个小数点 并且小数点后面 必须有一个位数字 比如说3.8 就是小数的 看一下 3.8 这是辅典类型 辅典类型就没有什么进制了 对吧 直接用3.8 确定3.8 好 现在我在它前面加个零 会怎么样 会去掉它的前导 还是 有没有保存 0.38 刷新一下 没有弹出 保存是弹出了 好 038会有什么错呢 我把这个先去掉 25% 好 然后呢 我将这038 看看会有什么样子 它会爆出一个错误 038 它是一个错误 对吧 好 来看一下 前面是不能有零的是吧 嗯 这个是一个错误 好 那么3.8呢 3.80呢 我们再来看 3.80 我们再来看一下 会不会报错误啊 刷新 不会报错 它会把后导的这个零去掉 那么前导有零就会报错 那么前导有零就会报错 0.8呢 我们再来看 0.8 那么就是0.8 那么前面多加一个零呢 会怎么样呢 会报错 对吧 那么其他的呢 也会报错 嗯 那0.80呢 会把后面这个前导 后导给去掉 还是0.8 没问题 0.8呢 也是对的 大家可注意了 把这个0去掉 0.8也是对的 好 把这边的一个0去掉 也是对的 那么呢 我们笔记上是这么写的 有效 但不推荐此写法 这边突然来个点 前面又没有0 看起来非常别扭 所以呢不建议这种写法 好 继续往下看 由于保存浮点数值 需要内存空间 比整数数值的大两倍 因此ECMSCreate会自动将 自动将可以转换为浮点类型 转换为整形 什么意思 好 这个上去 本于8.0 好 自动转换 整形 然后我打印出box会怎么样 刷新 8 对吧 8 没问题 然后8点呢 也可以的 后面一个省掉了 8 可以的 好了 没问题 那么继续往下看 12.0呢 也是可以的 12.0 跟刚才一样 对吧 保存 没问题 它自动会去掉 自动会去掉 好 下面这个 对于那些 过大或过小的数值 可以用科学技术法 技术法来表示 就是用1来表示 用1表示该数值前面的10的指数次密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学过数学的应该都知道 对吧 因为后面太长了 我们就可以用4.1219来表示 我们来看 这个先放上去 好 这是科学技术法 来看一下box等于4.12 写个简单一点的吧 先来个4.12 先来看一下 是多少 好 就是4.12 是吧 然后呢 我给他加上个13 13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变成4120 13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4.12乘一个谁啊 乘一个10的三次方 那就乘以10 10 10 就乘以1000 那么19呢 就是乘一个 后面有9个 3个 4567189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 是这样子的 明白了吧 OK 放过去 科学技术法 技术 计算 数字 法 好 就这样 好了 那么下面一个是 0.0000421 他会怎么样 是这么写的 继续来看 如果遇到这么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想 比如说4.12 e的-9 就是反过来的 但是这样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他输出也是这样子的 对吧 4.12e-9 那么其实真的有意义的是这样子的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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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这么一个小数的话 他会自动转换成科学技术法 大家看到没有 好 我再加一个0 确定一下 我再加一个0 这加的太巧了 我多加一个0 大家看就变成10了 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继续往下看 虽然辅典数值最高的精度是17 但在算术运算中可能会不精确 由于这个因素做判断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用整讯判断 就是我们做判断的时候 好 比如说 哎呀 我要判断一下 这个 我要判断一下0.5 0.5加上个0.2是多少呢 那么当然我们想要0.7吧 对吧 0.7 对的 那么0.1加0.2是多少呢 可能你会想0.3吧 但是在ECMSCREATE 它就会产生一个这个数字 0.3 0.0004 就会产生这么一个数 这么一个不精确的数字 所以呢 我们就建议大家在做运算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辅典数来做判断 而且做精确的判断 千万不要用啊 好了 当然辅典数 它也会有范围的 是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我们可以用 min value和max value 来求出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我们来求一下看 number 点上一个min 大写啊 value 好 这是最小值 再求出它的最大值 max value 好 刷新一下 5 1 负的324 明白了吧 5乘以10的负324次方 好 下一个呢 是1.7979 然后1加308 加308 这是它的最大值 好 那么如果超过了小于这个最小值 大于这个最大值 是不是就超过范围了呢 那么超过范围 它就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 如果超过了浮点数值范围的最大值 或最小值 那么就会出现infinity 正无穷 或者负infinity 负无穷的这个状态 大家看一下 最小值 下面是最大值 好 我随便找个数字 就能超过这个数字 大家看 因为我可以这么写 100的1的1000次方 对吧 10001000 这非常大了 所以你打印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改小一点吧 十字方吧 看是多少 是这么多 对吧 好 我改再加个0 嗯 1乘120 我再加一个0 它就基本上是完蛋了 它就会产生正无穷 因为你超过范围了 那负无穷怎么办呢 在后面加 再加个负就可以了 就是负无穷 对吧 好了 OK没问题 那么 嗯 这就是正无穷和负无穷 它也可以通过 这个东西 超过范围 这边写一下 超过范围 它也可以通过 我们看笔记 也可以通过 Number Positive Infinity 和Number Negative Infinity 得到正无穷和负无穷 我们来试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Number点这个 Number 其实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对象 这个我们以后再讲 那么你就这么记 它是个死的 Number点上 Positive Infinity Number点上 Negative Infinity 可以得到他们的值 你就当做一个死的变量技术 就可以了 好 但是也不要紧 因为这个用的也很少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 就是 嗯 Number Ber 点上一个 Positive 然后Infinity 然后第二个呢 是 Number 点上一个 Negative 对吧 Infinity 好 刷新 Unify Infinity 上一个打错了 下一个是对的 上一个是 Potiv Tiv 对吧 好 正无穷 负无穷 那么就保存了 这两个值 好 正无穷 负无穷 我们真正做实战的时候 这些东西可能用不到 现在只是讲解概念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多东西可能真的在实战中 可能用不到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讲 因为它毕竟是 ECMS Crate里面的基础知识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那么继续往下看 要想确定一个数值 是否超过了规定的范围 可以使用 Isfinite 函数 Isfinite函数 如果没有超过 就返回True 否则返回First 那么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 你box 等于110 对吧 这个有没有超过呢 试一下 Isfinite 括号box 它是个函数 可以把它包进去 看这个数据是否超过 True 嗯 没有超过 如果我加两个零 是不是就超过了 First 超过了 是吧 好 放进去 是否超过范围 继续看 这边有了 对吧 好 下面一个呢 就要学一下 呃 我们的这个特殊 数值里面的特殊值 呃 NAN 对吧 叫做NAN 叫做G非数值 所以它不是一个数字 叫NOT NANBOR 是一个特殊的值 这个值是用来表示一个本来要返回数值的操作数 未返回数值的情况 什么意思 我本来这个变量本来要返回一个数字的 但是最后返回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它不是数字 那么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NAN NAN NAN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 为什么要返回这个东西呢 好 因为在其他编程语言 你如果就是说0除以0 被除数不能是0 是吧 啊 就是说它的第二位除数是不能为0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它会出一个错误 啊 出一个错误 那么JavaSquad就不会出这个错误 啊 那么它说比如在其他语言 任何数值除以0 都会导致一个错误 那么在ECMSquad会返回特殊的值 因此不会一样程序 试一下 最简单的box等于0除以0 肯定错了 对吧 呃 第一个可以为0 对吧 第一个叫除数 对吧 第二个叫被除数 嗯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嗯 第一个必须是 第一个是可以为0啊 这边要注意了 在数学中 数学中 第一个可以为0 那么第二个 因为你除数和被除数有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 那么你就这么说这么想 第一个是可以为0的 对吧 第二个不可以除以0 第二个不可以除以0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box就会出现个什么呢 NN看到没有 NN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边是56的话 他就返回一个0 他就返回一个0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个也变成0了呢 就会出NNN 就会出错 也不是出错 返回一个not a number not a number 叫NNN 好 那么12除以0 其实也不对 但是他会返回另外一个值 这个很奇怪 大家看 会返回一个正无穷 其实也错了 已经超过范围了 但是他再乘一个0 大家看 他就会返回一个NNN 就这样子的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继续看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NNN是什么 是非数值 那么我们有一个 这个里面有个内置的 叫做number.NNN 可以得到NN这个值 来了解一下 alert number点上NNN 好 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看到没有 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值 继续往下看 任何与NNN进行运算的结果都为NNN NNN与自身又不相等 嗯 看一下 box等于NNN 加1 box 还是NN对吧 运算还是NN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来 他自己就不等于自己 好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数字 他可能 是除除以零造成的 还有种是正无穷造成的 所以他们本身就不应该相等 所以呢 按照道理讲 他们就不应该相等 所以呢 不相等 不相等 first 对吧 不相等 ok 进去 好 继续看 eCMSCreate提供了 isNNN函数 用来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NN 好 来看一下 比如说 VRbox等于零除以十二 打印出 eCMSNNN 括号box 这个会返回什么 返回fails 对吧 如果我把它改成零的话 哎 它就会变成ture 那么就判断它到底是不是NN 好 那么下面有这么多来判断 是不是NN 一个个去尝试一下 打印出 isNNN 好 NN本身呢 肯定会返回什么呢 返回ture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NN isNNN 对吧 就是ture 那么25 那么25呢 好 如果改成25呢 它会返回first 因为它不是NN 它是一个数字 它是25 如果我是一个字符串的25呢 它还会返回first 为什么呢 因为字符串的这个25呢 是一个字符串数值 它可以自动转换成数值的 好 那么一个里面它不是数值的 是个例 是一个字符串 是真真正正的字母字符串 那么这里它返回的是一个ture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高 它就说了 因为这个例呢 它进行转型之后 返回的是一个真 返回的是个ture 而ture呢 它不是一个数值 所以它不能转换为数值 好 是这样子的 它得到的是ture 因为例呢 是不能够转换为数值的 好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如果你把它里面放的是一个布尔值 是个ture 是个ture 刷新一下 它是有fence 它可以转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ture是可以转换成1的 当然 你如果是fence 就是0 对吧 那么就是fence 也可以转换 因为1和0 它都是数值 那么ture和fence 它都是fence 因为它们都可以转换相应的数值 好 那么上面是 就是来判断 判断一个值 它到底能 是不是n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每个 一字nand函数 也适用于对象 在调用于nand的过程中 首先会调用对象的valueoff方法 然后确定返回值 是否能转换成数值 如果不能 则基于这个返回值 再调用ture stream方法 再测试返回 好 这段内容相当的深 好 注意了 这段内容也相当的底层 那么呢 初学者呢 就算是有很多经验的初学者 他也可能不是很理解 要需要很长时间 了解了java square 才知道它的内部够早 所以这块呢 我就是简单的来说一下 我就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懂了就无所谓 不懂也就算了 好 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先创建一个对象box 最简单的对象 是一个空的对象 对吧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打印出 is name 看看这个对象 能不能是返回的ture 还是force 好 返回的ture 说明它是什么呢 它是 N N A N 是nan 对吧 是nan 但是 如果它的ture string方法 它的ture string方法 如果能够返回出 转换成数值的 呃 返回值 这边是 这边写啊 如果对象的ture string方法 能够返回 数值 那么 就可 那么 就不是 nan了 好 看一下 那么ture string呢 写个方法 那么这种写法呢 大家也没有见过 就看一下就明白 就行了啊 不用大家去明白 这是以后再讲的事情 我返回 我返回一个数值 123 那么刚才是ture 现在呢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就会呢 first了 好 如果我把这边的改成 例呢 它不能够返回 因为之前的这块 就不能够返回 所以说它最后 还是ture 明白了吧 好 如果这一段是没有的 那么也是ture 啊 这边要明白 不明白 也无所谓啊 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字符串呢 也是ture 啊 也是first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一块 加上字符串的数值 也可以返回成first 所以这个对象呢 主要看它的ture string方法 啊 ture string方法 好了 把这块呢 放进去 继续往下看 嗯 有三个函数 可以把非数值 转换成数值 一个是number 一个是 parsint和parsfault parsint和parsfault number函数是转型函数 可以用于任何数据类型 而另外两个是专门用于字符串转型 好注意了 number函数是转型函数 用于任何数据类型 注意了 是任何数据类型 而另外这两个呢 是专门用于字符串的 其他的他都会返回一个 nam n a n 注意了 这个问题 到后我们一个个来看 好 第一个 number括号ture 它会返回1 嗯 好 试一下 ture 好 这个呢 会返回一个1 什么意思呢 读一下 布尔类型的ture和fault 分别会被转换成1和0 好 它是规定的 对吧 嗯 那么25呢 就不写了 就是25 数值类型直接返回 如果是个none呢 none本身是个空 空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0 注意了 这边如果是none 它会返回一个0 好 none类型的 如果是antifun类型呢 untify的类型 它会返回一个不是数字 not a number n 对吧 n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number number类型的几种 对布尔值 数值 none untify 它的返回的不一样的 好 那么它对 如果是字符串的话 它还会有一些规则 一共有5条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只包含数值的字符串 会直接转换的10进制 如果有前导 会自动去掉 比如说 456 0456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4 这个不对 变成302了 这个变成8进制了 8进制 这边来个9 04569 这边就会返回 4569 为什么呢 因为8进制的话 是0456 就是8进制了 要注意了 那么它这个是10进制的话 它会把前导的0去掉 明白了吧 好 再往下看 如果是070 好 这个地方呢 要加个单引号 注意了 好 这样子的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456了 注意了 大家看 456 因为刚才没有加单引号 只是一个数字 所以说它会按照8进制 现在是字符串的话 那么就会去掉前导的0 把456出来 那么070呢 看一下 它会变成70 会把前导的这个0去掉 对吧 嗯 它不会出现8进制 不会出现8进制 这个注意了 只包含浮点数值的字符串 会直接转成浮点数值 如果前导 前导和后导包括0 会自动去掉 看一下 本来是8.9 对吧 我在9后面加个0 我在8前面加个0 看一下 变成8.9 前导和后导的0 全部被去掉 继续再看 如果字符算是空 那么直接返回一个0 如果这个字符算是空的 那么它就直接返回一个0 继续看 呃 如果不是三个 三种字符以上的 那么返回那 那么如果是这种 对吧 它就会返回一个那 好 123 前后都叫123 没用 也会返回一个9 因为你不是一个纯数字 你中间包含特殊字 你包含了这个abcd的26个英文字母的字符了 所以呢 你不是只包含的数字 所以它就会返回一个9 如果是对象呢 首先会调用 呃 valueoff 然后又转成n 又toStream 好 对吧 这个呢 刚才说过了是个底层的 无所谓 那么我就做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呃 valueoffbox 等于 你必须要一个tuce 呃 先不写toStream 我直接把box放进去 这个时候它会返回什么呢 返回个n 不是一个数字 notenumber 那么呢 我这边呢 给它加个tuce stream方法 返回一个123 这个时候它就返回了 123 456 是 是字符串456 456 对吧 好 当然你这边用个num 返回个num的话 它这边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跟上面这块是一样的 刚是跟上面这块num是一样的 它也会返回一个0 好 注意了 也会返回一个0 这就是数主的用 呃 对象的用法 好了 继续往下看 好 在这里 最后一个部分 由于number函数在转换字符串时 比较复杂且不够合理 因此在处理整数时 我们经常使用的是parse int 好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只能转换字符串 明白了吧 这边我写一下 parse int 只能转换字符串 至数值 好 这个要注意啊 它只能转换字符串 那么它只能转换字符串的话 我们想一想 parse int 如果写个non进去 会有用吗 number是有用的 而这个parse int 会有用吗 没有用 那么untify会有用吗 会有用吗 没有用 也是不是个数字 boar值有用吗 也没有用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呢 它只能放字符串了 那么所以我们就看 第一个字符串 四五六立 好 四五六立 这个会返回一个四五六 哎 取消 为什么呢 如果是number的话 它会出 它不会反回 它会会产生一个not a number 对吧 会产生一个num 那么这里是这么说的 会返回整数部分 也就是说 你前面四五六是整数 如果遇到不是整数的部分呢 就省略掉了 就去了 就把整数部分返回出来 好继续往下看 那么例四五六立 那么它前面再加个例呢 这个时候确定就是一个nan 好 什么意思呢 读一下 如果第一个不是数字 就会返回nan 那么下面一个 十二立 四五六立 那么我在它前面再加个十二 这个时候返回的是十二 为什么呢 因为从第一个遇到十二 后面遇到了是字符了 那么就不返回了 从第一个数字开始取 到最后一个连续数字结束 那么就十二 好 五十六点一二呢 再来看一下 就会变得五十六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里的是遇到点了吗 遇到点了 就不要了 对吧 嗯 那么空呢 空返回个nan 它不接受 空字不算 它不是零 它是个nan 好 注意了 这是 pads int 好 pads int除了能够实践 十进制 也可以识别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当然二进制也应该是可以的 二进制暂时不可以 好 比如说零 零x打头的 对吧 然后1f 这个会返回什么呢 三十一 对吧 然后呢 零七零 它会返回八进制 零 七零 好 这个会返回八进制的 五十六 看到了吗 然后零xal 这个呢 看一下 零xal 好 加s也没事 它会返回十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零xs 时嘛 后面它遇到一个不可识别的 就省略掉了 对吧 就省略掉了 OK 好 这是能够返回八进制和十六进制的 但是 ecms create呢 它为 pads int提供了第二个参数 用于解决各种进制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的 x sef 对吧 如果我在后面加第二个参数 它是十六进制嘛 那么加个逗号 加个十六进制 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31 那么你其实可以加到第二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前面的前导都去掉 还是31 明白了吧 好 但是你要注意了 前导去掉的话 你这个就 后面第二个参数必须加 你不加的话 就返回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呢 前面是一 后面就不识别了 所以一定要加上个十六 这个就十六进制 好 那么 af就不通了 那么二进制也是可以的 二进制大家都知道是101010的这种 对吧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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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好 但是它是二进制 好 它会返回什么呢 5966 5966 好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八进制 那么八进制 我们一般都是用070 必须零前导 现在不要零前导了 然后我做一个八进制输出的话 70按八进制输出 它就会变成56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PasInt 那么它还有个小数处理的 就是PasFraught 是用于浮点转换 和和PasInt是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就 我们就选几个看一看 那第一个呢 123例一样的 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个呢 0XA 0不认识16进制 这个浮点数是不认识16进制的 所以呢 我们写下 PasFlaught 0X 0XA 这样子 试试看 0 不认识对吧 好 不认识16进制 那么下面一个 123.4.5 看一下 它是浮点数 好 123.4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只认一个小数点 后面的话就会自动截取掉 好 0123.4 0 看一下 前面加个0 后面加个0 它会把前导后导全部去掉 前导和后导全部去掉 下面123点 这个就很简单了 123 1.2.3 这边 意思 什么意思呢 乘以10的四次方 对吧 就是1234 12300 12300 少算一个 对吧 这个是7 可以了 那么这是科学技术法 那么这个一整节课呢 我们就讲了一个Number 而Number的内容还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就放一节课去讲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把字符串类型和对象类型讲完 那么这节课我们先讲这么多 最后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要是李延辉 我留件 yc60.com gmail.com 我的博客 hi 百六.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